大家好,欢迎回来快乐仓鼠hamsterTV 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朋友 相信亦是对仓鼠有兴趣的 那你来得对了! 因为今集我会介绍仓鼠20个主要特点 让你初步了解仓鼠是怎样的动物 第一,可以致养的品种一共有5个 仓鼠到目前被人类发现的品种有24个 但只要其中5个品种才可以纯化成为宠物 它们的证名是 序里亚仓鼠、坎培尔仓鼠、加卡里亚仓鼠、 罗伯罗夫斯基仓鼠、和中国仓鼠 其中这3种又称为猪穴仓鼠 不过因为毛的颜色和长短可以有很多变化 所以它们的花名比证名更流行 你知不知道你想着或者现在养的仓鼠是什么品种? 第二,寿命短 每个品种的寿命有些少不同 大部分是一年配战两年 各别仓鼠可以全部到3至4年 所以健康饮食、足够的运动 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 对仓鼠尤其重要 会影响它的寿命 第三,夜痕 我们经常说仓鼠是夜痕动物 其实它们原生是日出和日落时份活动 原因是仓鼠的视网膜 主要由氏钢细胞组成 这种细胞感光度强 当日出或日落四周环境开始变暗的时候 仓鼠的视力反而是最好的 不过现在家里的仓鼠 都变成玩家活动了 当然,你也可能会发现 你家里的仓鼠 在日出或日落时都是活动的 第四,色盲 刚刚说的视网细胞 虽然感光度强 但只有一种光感色素 是分辨不了颜色的 相对我们的人类 看到蓝、绿、红、三元色 才分辨到各种颜色 在仓鼠的世界中 并没有颜色这个概念 只有光和暗 类似我们黑白影片的画面 第五,大近视 仓鼠除了色盲 亦是大近视 它们出生时是失灵 到成年时 视力只能看清大约十厘米的距离 当它们想了解面前物品时 会用悲闻、牙咬 而不像我们人类用眼睛去看 原因正正是它们的视力太差了 第六,听角和臭角灵敏 初鼠依靠灵敏的听角、臭角 和面上两边的竹鬚 来了解当刻身处的环境 所以初鼠龙中 要放无添加味道的电料 来确保龙的四周环境安静 无气味 第七,一共有16只牙 仓鼠的上下额 一共有4只牙牙和12只扣尺 牙牙会不断生长 生得太长或不整齐 会影响它进食 所以仓鼠龙中 要放置磨牙用品 例如磨牙草砖、磨牙棒、磨牙石等 第八,身体不会有臭味 仓鼠本身是喜欢清洁的动物 不时拎毛和勾折的身体 来保持身体清洁 我们亦可在龙中放置冲凉沙 沙粒会将仓鼠身上多余的层粒和油分带走 千万不要用水帮牙洗澡 很容易令牙冷 仓鼠龙发臭是源自仓鼠的小便 幸好仓鼠懂得定点小便 通常在龙的某一个角落 所以只要在龙中铺满电料 或训练仓鼠在刺沙上小便 然后定期清除小便过的电料或刺沙 便可避免龙发臭 第九,易受害及感动压力 仓鼠在大自然中属于被捕食的动物 夜生仓鼠会在地面四周规觅食 要时刻保持警觉 有什么风吹草动便会立刻躲起来 所以仓鼠需要你付出无限的爱心和耐性 让它慢慢习惯你的存在 它才愿意让你靠近它 第十,不会叫 仓鼠本身不会叫 叫是以发生的途径来表达强烈的情绪 最常出现的情况是 一只初样的仓鼠眼前忽然有东西接近它 例如你伸手上抱它 它因为吓了就叫 为了方便大家消费内容 我将仓鼠的其余十个特点放在下一集 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在下面按like 按订阅键 再按旁边的小小小小小 选择全部 便会第一时间收到这个频道的最新影片 如果你想关注我本人养的仓鼠 和获取更多自养仓鼠的小贴士 就follow我的instagram 多谢您看完这个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下期再见